几个月的高温和强烈的紫外泻辐射 严重侵袭焦嫩的肌肤 黑色素在脸上沉积不仅变黑 还容易有晒斑 室内空调一吹 整个脸又是干巴巴 内外冲击下人直接老了几岁 如果你刚好还很爱熬夜 脸当蜡黄的如土灰 不管穿什么衣服 总看起来土土的 变白大忌 就得赶紧提升热忱 之前我和闺蜜也用过很多产品 但是都没有用 所以一度放弃了变白 这月没有见邻居 他脸上全部光滑细腻 红光满面 他说全靠这款食疗方 今天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几个灵脚 灵脚是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排除体内废物 灵脚去掉皮 然后洗干净 把它切成片 切好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桂圆 桂圆是可以滋补益气 还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力 去掉壳洗干净 接着再准备几个红枣 红枣 把这个红枣肉剪下来 把这个红枣盒去掉 接着再准备15克枸桂 接着把红枣桂圆 还有灵脚 放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清水 大火煮开 小火煮3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打开盖子 再加入枸杞和红枣 把红枣组织浓化 这一款美白食疗光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不妨试一下